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秋 來聊聊神秘奇幻的主題故事 獲得2022年度最佳遊戲共四項大獎的愛爾登法環 終於在發售後的兩年多迎來的第一個資料片 黃金樹幽影 簡介中說明到這次遊戲的主場域在幽影之地 是受黃金樹幽影藏匿的土地 幽影之地有著可怕的黑歷史 是絕不受讚揚的戰爭與屠殺發生的地點 以及受眉色墨之火洗禮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神奇瑪麗卡降生之處 意味著瑪麗卡成神伴隨著極度慘烈的代價 本傳裡的其中一個伴神米凱拉 在資料片扮演了關鍵角色 原先的他被同母義父的兄弟 鮮血軍王蒙格魯走後 在簡中不知道是死了還是活著 被綁票的米凱拉直接引發了 以他鮮血灌幹成長的勝訴的摔腿 就連妹妹瑪麗麟亞在破碎戰爭期間 也焦急的尋找哥哥 最終在蓋莉德地區與拉塔恩一戰 重傷被扛回勝訴後 只能無力的等待哥哥歸來 現在我們才知道 米凱拉原來有他自己的計劃 他前往了幽影之地 而且捨棄了與黃金相鄰的身體力量還有命運 大概等同於放棄 他作為黃金一族後裔兼瑪麗卡神人繼承資格的一切 為什麼米凱拉會做出這種決定 他是怎麼發現幽影之地的 而這個決定又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另外幽影之地 和應該是資料片大BOSS的眉色墨 和交界地到底有怎樣的關聯呢 這些大概要實際玩過資料片才知道了 但畢竟也已經兩年多過去 相信很多人腦中對於交界地的故事也早就模糊不清 所以這集要來幫大家複習一下法環的相關故事 目的是希望你看完這集就能夠馬上打開遊戲 知道接下來應該要幹嘛 而不用重新把法環的故事重新都追一遍 節省大家的時間 那如果你也喜歡愛爾登法環這種 存在著許多性格鮮明 富有魅力的英雄的西方魔幻風格遊戲 蠻推薦本集影片的乾爹 全新魂系RPG塔房遊戲 境界守望者 我自己是超喜歡玩塔房遊戲 不過比較多是Q版卡通或動畫二次元的風格 這款則是法環那種歐美中世紀 寫實風格的就很對我的胃口 遊戲裡面有上百種奇幻英雄 分成五種職業跟九大陣營 你必須按照敵人進攻的類型 精心佈證11名英雄來抵禦怪物的襲擊 守護自己的水晶 想變強不只有單純的等級跟技能升級 搭配上魔獸和暗黑這種豐富詞綴的裝備 就讓英雄養成的路線更加多變 當然啊 更具操作空間的玩法 還有更需要腦力 策略規劃 和即時反應的塔房機制 加上以前年輕時體驗過的 各種情懷滿滿的元素 我只能說真的好玩 現在剛好是這遊戲一年一度 獎勵最豐盛的夏日慶典活動 正是新手玩家入坑 跟老玩家回坑的最棒機會 強力新英雄阿諾拉跟伊米萊特的加入 也強化了策略深度更新故事體驗 趕快透過資訊欄連結下載遊戲 通過活動免費兌換五星英雄赫爾嘉 影片最後還有更詳細的介紹喔 艾爾登法玩的事件發生在一塊名為交界地的土地上 很久很久以前 在這片土地還不是信奉黃金律法 與瑪麗卡女神的時代 由古龍之王普拉頓桑克斯 率領巨龍們統治天下 他是遠古時代 也可以說是交界地最先出現的艾爾登之王 都成為在天上的風暴中心 時空夾縫之中的伐姆雅茲拉 龍主為了將力量觸及交界地 再名為寧姆閣府的地區 建造了一座宏偉的城堡 及風暴山丘上的史東維爾城 龍族雖然是最初的交界地同齡者 擁有強大力量 但這個世界的生物如果擁有強大力量 都不會是生來就平白無故擁有的 往往來自各個神奇所賜予的 這些神奇來自交界地以外的其他世界 被統稱為外神 像是讓龍族掌握風暴與雷電的神奇 亞潭高原東北方巨人族 信奉的獨眼火焰二神 遠古的過去身在交界地 被人類諸王侍奉的辛弘腐敗女神 還有後來仙血君王蒙格所信仰 具有把被詛咒之血化作火焰的能力的生食之母 以及盤踞在革命的火山裡 永生不死的大蛇等等 不只神奇 交界地以外也有其他種族存在 比方說後來被選為神人的瑪莉卡 就是來自交界地以外西人這個種族 當然外神不是吃素的 至於你某種力量背後一定有他的目的 如果今天有高等外星生物或外來的神來到地球 你覺得他是來幹嘛的 不外乎就是佔領、操控或統治嘛 把自己的勢力延伸到此處以獲得某種好處 詳細來說是什麼好處呢? 不知道也不重要 重點是他們確實想在交界地獲得某種優勢 但一開始外神干涉交界地 並沒有改變這個世界的狀態 雖然龍主很強大 但也沒有迫使其他生物都要信仰他們的神奇 你不信我也不會要你的命 直到某一天 古龍王均臨天下的地位 在一顆黃金流星的墜落後被改變了 這顆流星是名為無上意志的外神 送到交界地的 也就是法環最終的BOSS 艾爾登之獸 遊戲中描述說 這東西是無上意志的律法之具現化 流星砸到交界地後 改變得孕育與創造萬物的原始生命熔如形態 成為一顆巨型的黃金樹 無上意志想要幹嘛呢 他想讓他的律法成為交界地裡面 萬物都要遵循的法理、規則 這就打破了各個種族、軍事的狀態 但力量強大 沒有固定形體的他們 不可能親自利臨這個小小的交界地嘛 所以無上意志派了他的代言人 雙子 來到交界地尋找有潛力成為 艾爾登之獸宿主的人類 被選送的人 將成為交界地的本地神 替無上意志建立交界地的新秩序 黃金律法 所以說是神 其實就是無上意志 選送的律法龍器 或許是這個龍器有莊載期限 又或者是害怕這個龍器 會反抗無上意志 選出龍器的同時 雙子也會開始尋找 未來接替第一位神的候選人 這些被選中的本地神候選人 被稱為神人 會被雙子自於之 擁有高智慧的影子野獸 協助這位神人成為真正的神 而神人也會需要有一位伴侶 在他成神後 繼承艾爾登之王的稱號 跟他一同管理這個世界 生下神的後代 一般來說 下一任的神 便會從這些後代中來挑選 雙子選中的地位龍器 是來自交界地之外 西人一族的女性 瑪莉卡 也是後來以黃金數為根基 確立黃金一族統治地位的永恆女王 成為愛爾登法環龍器的瑪莉卡 擁有了無上一智所賜予的強大力量 自然成為交界地 臣服於她 黃金御法的森林 所崇拜的神 而關於這點 黃金數幽影的預告片告訴我們 其實瑪莉卡 從西人 到成為神的過程 沒有那麼單純 不過在無上一智魔爪 觸及交界地之前 這塊大地的萬物 早就心有所屬 像是剛剛講到的古龍啊 巨人族等等 都有自己信奉的外神勢力 不可能因為你一個無上一智來自邊 我們就要放棄原本的外神 乖乖聽你的吧 因此 瑪莉卡的黃金御法 想要均臨天下 就得用拳頭 讓不服從黃金御法的種族聽話 黃金御法最核心的概念 是回歸於因果 簡單來說就是 黃金數把自己的部分力量 及赤福 飼與萬物 讓交界地的一切 豐饒發展 但生命有終點 死亡後 黃金數將收回 散播出去的赤福 讓萬物歸宿 如此一來 黃金數的力量將源源不絕 黃金御法 也將永不止息 不過呢 有另外一股力量 去威脅著黃金御法 就是命定之死 簡單來說就是 能夠抹煞萬物 徹底當使者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就連神也不例外 這股力量和黃金御法相抵觸 由某個指頭大人 所選出的代理人 名為蕭瑟眼眸的女王 所掌握 蕭野女王 以及她的手下 神皮貴族 使徒 不斷以能夠侍神的黑夜 狩獵交界地藏的本地神 目的很可能就是為了要讓自己 從神人的身份 蛻變成這裡唯一的神 那當然 瑪莉卡就不可能做事不管 剛剛有說 神人被選出後 雙子還會賜予她一頭 高智慧的影子野獸 來輔助她成神 瑪莉卡的影獸 就是曾經虔誠為古龍服務的祭司 瑪莉克斯 她也成為瑪莉卡的結敗弟弟 最終強大的瑪莉克斯 以一人之力 戰勝了蕭野女王 及其部隊 奪走了命定之死 將死亡羅恩的力量 封印在自己的劍裡面 成為了能夠侍神 令所有半神都感到畏懼的黑劍 由於封印的命定之死力量 黃金御法期望的因果回歸 不再有威脅 神奇半神穩定永生 世間萬物也能夠繼續進行 死後歸宿的輪迴 最大的威脅搞定後 接下來就得清除 世間上可能會威脅到 黃金御法安危的各個王國的勢力 最先被拿來開刀的 就是跟瑪莉卡同族 來到交界帝後 建立永恆之神的西人一族 永恆之神的居民信奉天上的群星 並不服從黃金御法 為了對抗無上意志 甚至研發出能夠傷害雙子 以及無上意志的四神刀 不用說啊 無上意志當然是馬上降下天法 用一顆超大的流星 直接把整座城 砸進了交界帝的弟弟 這顆流星的真身 不是給予力量的法環 而是帶來毀滅的疫情 黑暗氣死艾斯提 事態嚴重的 必須由無上意志 親自降下天法外 其他的要靠女王跟癮獸自己搞定 也是不輕鬆的事情 所以瑪莉卡選了一位 來自蠻荒帝的戰士領袖 後 荷萊露加冕他成為 黃金御法時代的初代艾爾登之王 給予他強大的黃金術賜福的同時 也成為他的伴侶 成為神的伴侶後 荷萊露改名為葛芙蕾 意思是神之和平 就由他率領部眾 討伐各個不服從黃金御法的部族 同時呢 瑪莉卡也和葛芙蕾生了三個半神孩子 葛德文、二兆雙子、蒙葛特跟蒙葛 老大葛德文以一頭俊意的金髮而得名黃金 不管是性格還是能力都近乎完美 最知名的記載就是 在古龍趁著葛芙蕾外出征戰時 入侵了王臣羅德爾 當時的大王子葛德文 就擊敗了最大的一條古龍 古蘭桑克斯的來襲 在王臣外原野的最後一戰中 葛德文單挑了古龍福爾桑克斯 不只打敗他 結束了黃金族跟古龍之間的戰爭 更奇蹟似的跟福爾桑克斯成了好朋友 古龍也從此為黃金族效力 為什麼要提一下葛德文呢? 因為這麼高貴英勇又氣質不凡的他 不久後便死於非命 也讓黃金樹的信仰面臨重大的危機 法環故事中有另一件大事不斷在遊戲中提及 黑刀陰謀之夜 這件事的結果讓瑪麗卡 做出了擊碎愛爾登法環的決定 為什麼呢? 其實 黃金樹信仰的普及與穩固 雖然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丈夫葛弗雷的征戰 但真正讓黃金樹的聲望壯大 大王子葛德文才是最功不可沒 沒有他 黃金樹的勢力不可能得到古龍的支持 這個強力盟友甚至延續到了後來的破碎戰爭 都未曾有背叛跟改變 然而在某一個冷烈的夜晚 某人想辦法偷走了被黑劍瑪麗克斯 封印的一部分的死亡如恩 並透過某種儀式把他灌進多把武器裡面 成為有四神之力的黑刀 拿著黑刀的多位四克 殺害了不少跟瑪麗卡有關的王公貴族 惡情最重大的就是將大王子葛德文 還有拉尼給殺了 當然我們後來知道 參與這場黑刀陰謀之夜的主角之一 就是拉尼自己 他被選為由資格繼承瑪麗卡的神人 是拉達岡跟卡利亞王國的掌權者 滿月女王蕾娜娜的女兒 這邊可能有點跳 但必須要提的一點是 葛弗雷在結束了漫長的征戰之旅後 作為王 作為黃金律法擴張的英雄 等著他的下場 卻是被瑪麗卡奪去黃金樹的伺服 金色的眼眸也頓時失色 成為了退色者 不只如此 把王跟他徽下的戰士們都趕出了交界地 當時他和葛弗雷的孩子們暫時沒有受到影響 那是因為瑪麗卡這把刀沒多久之後 就要動到孩子們頭上 在葛弗雷王征服交界地的漫長戰爭中 還有一位人類英雄 紅髮的拉達岡 被派去利耶尼亞地區 迎擊以魔法為攻擊手段的卡莉亞軍隊 不過最後他不是全靠武力蒸發 而是和卡莉亞女王蕾娜娜相愛 以聯姻的方式統一了這塊地區 卡莉亞信奉了月之命運 也得以和黃金樹的律法結合 夫妻倆生下了三個孩子 長子拉塔恩 次子拉卡德 女兒拉尼 你會說拉尼的父母都是人類不是嗎? 為什麼他會獲得神人資格呢? 因為拉達岡正是瑪莉卡的另外一位男性人格 所以拉尼其實是半神 而後來葛弗雷被瑪莉卡放逐後 拉達岡則拋棄了蕾娜娜女王 回到羅德爾成為瑪莉卡的第二任伴侶 也是第二任的艾爾登之王 沒錯就是瑪莉卡兩個個性迥異的人格 跟自己結婚了 還生下了一對雙胞胎 哥哥是資料片的關鍵角色米凱拉 妹妹則是被玩家號稱為女武神的馬蓮妮亞 不過畢竟是同一個神跟自己所生的嘛 兩個孩子都有缺陷 米凱拉永遠長不大 永遠是孩童姿態 馬蓮妮亞則生來缺少右手臂 而且身體技術的腐敗 回來講黑刀陰謀之夜 這一夜被偷走的死亡儒恩力量被一分為二 分別殺死了葛德文的靈魂 跟拉尼的肉體 葛德文也成了死亡子 那為什麼拉尼要偷走死亡儒恩並自殺呢? 因為她知道黃金綠法看似完美 實則有許多缺陷 她並不想成為無上意志的傀儡 然而只要半神不會死亡 她神人的資格也不會消失 一旦是她繼承了馬莉卡女王 那命運就被困住了嘛 所以她要掙脫現在的不便 然而拉尼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要角 因為遊戲眾多資料告訴我們 這場陰謀之夜的幕後主持者 其實就是馬莉卡女王自己啊 目的是以黑刀刺殺半神 將命定之死 注入了原來穩定運行的黃金綠法系統中 產生嚴重的BUG 原本應該不會死亡的半神 居然死了 而且因為葛德文死的不完全 以她為首事件還誕生了許多死蛋者 也就是沒有自我意識的活死人 長死葛德文死後 馬莉卡一次受到了極大刺激 瀕臨崩潰的情況下 她高舉實錘 擊碎了愛爾登法環 然而跟她一提兩面 恪守無上意志 與黃金基本主義人格的丈夫拉達綱 為了修復 再次敲擊法環 結果碎得更嚴重了 這個舉動觸怒了無上意志 就好比傳道的神父 在上帝跟耶穌面前 把聖經燒掉那樣 於是犯下大罪的馬莉卡 便被囚禁在黃金樹內部 愛爾登法環碎裂後 最直接的影響有兩個 一個是 完整的黃金綠法從此不復存在 原本受黃金樹赤福的森林 出現了許多異象跟苦難 另一個是法環的碎片 也就是大盧恩 四散到了各個半神身上 成為他們力量來源 這引發了半神之間 爭權奪大盧恩 試圖以自己的信義法 來取代原先舊的黃金綠法 也就是後來一連串的破碎戰爭 而後者 這是馬莉卡所期望的 所以女王的真言中才會有一段話是 半神啊 我可愛的孩子啊 你們能夠成為任何存在 能成為王者 也能當上神旗 但是當你們沒有成為任意存在 就會被拋棄 並且成為祭品 馬莉卡知道黃金綠法並不完美 她本人也不是堅真的無上意志代言人 並不想做萬神的傀儡 所以各種詭計陰謀要來破壞黃金綠法 除此之外 我想在資料片應該還有一些 馬莉卡成神過程中的秘密 導致了她想要毀棄黃金綠法的理由 陰謀之夜裡 拉琳的死是出於自己信仰天上的群星跟暗月 想要反抗雙子 擺脫自己身為黃金綠法神人命運的意願 但葛德文就不是了 馬莉卡犧牲葛德文原因在於 大王子是她現階段最完美的繼承人 如果不死 就算她自己作死或不當神的 黃金綠法還是會維持下去 而這位完美半神的死 也可以順勢讓她 以一位母親的身份悲痛不已 從而幹出敲碎法環這種傻事 總之陰謀之夜以後 法環碎了 本來就不完美的黃金綠法 出現了更嚴重的問題 神一般的永恆女王夫婦失蹤了 王楚也死了 王成群龍無首 本來看似如日中天的黃金樹王朝 狀況也急轉直下 正如馬莉卡所期望的 各個半神都有自己的盤算 為了害怕力量被掠奪 或是想要掠奪別人的力量 來成為新的天下第一人 半神們的戰爭開始了 最終的結果 則是群雄歌劇 曾經被馬莉卡放逐的褪色者 又死而復生回到了交界地 成為擊敗眾伴神們的新艾爾登之王 很精簡地把法環故事的主軸介紹完之後 你應該就懂得交界地中的本地神、神人、艾爾登之王 跟褪色者之間的關聯了 無上意志透過指頭大人選出神人 並賜於神人、影子野獸 輔助他們成為交界地唯一的本地神 建立新的律法秩序 然而並不是所有跟馬莉卡有關的神人 都想要當無上意志的代言人 比方說希望迎來新興時代的拉尼 包含馬莉卡都不是自己律法的前神信徒 又或者雖非神人 卻密謀信奉其他外神勢力 寄望著有一天能夠取代黃金律法 像是蒙格在地底偷偷建立的 以先寫信仰為主的蒙格溫王朝 而神如果希望自己追尋 創立或鞏固律法能夠被發揚光大 身邊就需要有一個王來輔佐自己 但這個王並不是King而是Lord 比較像是協助神管理世界的工具人 格弗雷過由黃金律法的初代艾爾登之王 他的力量是馬莉卡賜予的 一旦馬莉卡認為現在的王沒有利用價值 或是有其他盤算時 隨時能夠收回舊王的一切 另立新王 而褪色者在這個世界中 指的就是被神剝奪了黃金樹賜福的人們 這群人原先多半是跟著還沒有成王的河來路 來到交界地的精英 因此被放逐後又再度被召回交界地 才有擊破各個半神勢力 驍勇成王的本事 對 我們玩家就是其中一位 剛剛不是說褪色者擊敗了諸位半神 成為艾爾登之王 但是並非所有半神都被我們玩家所擊潰 黃金御法時代眾多半神只適中 除了在破碎戰爭前就已經死掉的葛德文 拉尼之外 只有一位沒有被玩家討伐 就是資料片的重點人物 米凱拉 這邊也快速帶大家了解米凱拉是個怎樣的半神 米凱拉是瑪莉卡跟拉達岡的龍鳳胎兒子 剛剛講過他跟妹妹都有先天的缺陷 儘管如此他們兄妹卻是除了拉尼之外 雙子所選送的神奇候選人 米凱拉更是被公認為最強最危險的神人 米凱拉在王城羅德爾出生 在父親拉達岡的庇護下長大 雖然他身形永遠像個小孩 卻聰明伶俐天賦過人 很年輕的時候他跟著父親 學習黃金律法基本主義 由所啟發後自行創造出新的禱告 例如把畫山光環送給父親 不過真正聰明的人會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有什麼意義或是為了什麼目的 米凱拉並不是父親要他學習基本主義 他就盲目學 他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為了妹妹 希望從中尋找能夠治癒妹妹 辛弘腐敗術籍的方法 比方說 基本主義的兩個核心禱告 其中一個回歸性原理 效果正是 治癒所有的異常狀態 消除特殊效果 但嘗試用來治療妹妹後 卻失敗了 意識到黃金律法也沒有多有用 所以米凱拉拋棄了基本主義 開始創建自己作為神人的信律法 純淨無比的黃金 從拉達岡的光環 這個禱告說明中能夠推斷 米凱拉的律法是希望改良 並升級舊有的黃金律法 米凱拉曾經以托莉娜這個名字 有力交界地 為的是創造並完善純淨律法 這律法的核心是摒棄舊律法的不寬容 比方說 獵殺死蛋者或惡造之子這些異端 希望能夠包容萬物 這是米凱拉的一大優點 是所有半神中最具有同理心 慈愛善良的一位 但某方面也是因為他的特殊能力影響 受萬物愛戴的同時 更擁有究極的魅惑能力 能夠強迫他的人愛慕自己 就算是半神也一樣 這就是他最可怕最強大的地方 講到米凱拉的善良 就不得不提 當葛德文靈魂徹底死亡後 米凱拉是極少數 始終關心哥哥的半神 在黃金墓碑這把劍的敘述裡面寫道 米凱拉靜靜的線上祈禱 哥哥啊 哥哥 希望你能夠正確的死去 米凱拉哀嘆哥哥的不正常死亡 而且為了讓他復活 還派出自己的死者來到索爾城 祈求太陽侵蝕 讓無魂的屍海得以戰事 種種證據顯示 米凱拉在所有半神中 特別溫暖善良 否則不會為了同母義父的哥哥 做到這種程度 在交界地遊歷的她 憑著自己跟律法的包容 以及魅惑之力 獲得了許多信徒跟仰慕者的追隨 並把這位托莉娜稱為聖女 不過究竟米凱拉 是真的能夠跟瑪莉卡一樣 轉換性別人格 還是因為飄逸金髮 跟俊美容貌的小男孩形象 讓她被誤以為女性呢 就不得而知了 米凱拉利用純淨律法 為妹妹精心製作了一套 不會腐化的非裔鎧甲 還有樹根能夠鎮定體內腐敗的純淨金針 不過這時候 她還沒有真正成神 所以律法還不完善 金針也沒有辦法根治或治療心虹腐敗 只能暫時抑制 為求徹底治癒妹妹的宿集 米凱拉明白 自己必須邁向成神之路 才能夠完善律法 做出真正能夠治好妹妹疾病的金針 於是米凱拉帶著妹妹 更願意追隨她們的禁服騎士以及士兵 離開王城 來到最東北方的化勝雪原 在外海中找個地方種下了小樹苗 並以自己的鮮血灌溉 這棵樹苗後來長成了巨大的米凱拉聖樹 純淨律法包容萬物 也讓交界地上被排擠或被迫害的族群 都慕名而來 希望在聖樹尋得和平安寧 比方說原先生活在利耶尼亞地區的人造生命 白金之子們 米凱拉後來讓自己寄宿到聖樹之中 成為聖樹的養分並合而為一體 為什麼呢? 或許米凱拉情願犧牲自己 讓聖樹茁壯 期待某天她那包容萬物 治癒各種奇幻跟詛咒的律法 能夠賜服天下 又或許這就是成神的一種方式 畢竟遊戲沒有特別告訴我們 就就要滿足哪些條件才能夠成神 但只要黃金律法還沒有被取代 本地神就只能是瑪莉卡 跟她正式的繼承人 所以聖樹雖然跟黃金樹相仿 但沒有辦法徹底取代她 甚至在米凱拉真正跟聖樹合為一體前 悲劇就發生了 破碎戰爭中 第一次王城攻防戰時 二兆之子蒙格 趁機來到聖樹合金 盧走了米凱拉 沒有米凱拉的欣喜滋養 聖樹就少了持續成長的力量 摔腿也是必然 這也導致了後來 妹妹瑪蓮妮亞不惜從聖樹南下 一路追到蓋利德地區 最終跟半神的最強戰力 穗星拉塔恩 打了最震撼的半神之戰 雖然看來 瑪蓮妮亞不知道米凱拉是被蒙格掳走的 但她應該有感應到哥哥仍在蓋利德地區 事實上你切換遊戲地圖 會發現蒙格大本營的位置 正是在蓋利德地區的弟弟 但無論誤會有沒有解開 瑪蓮妮亞都不能在這裡敗下陣來 身為米凱拉的瘋人 她的使命就是守護 從小就關愛她自己的哥哥 為了救回哥哥 戰勝拉塔恩 瑪蓮妮亞不惜移除哥哥給她的金針 再次釋放新紅花朵 才把戰鬥拉到延長賽被迫核舉這樣 然而她釋放腐敗之地的結果之一 就是自己陷入昏迷 還是被部下一路扛回北方勝訴 才撿回一命 自此她也無力在進行激烈大戰 只能在勝訴核心 無力的祈禱 並等待米凱拉的歸來 現在我們知道了 被蒙格掳走的米凱拉 在前裡面那個看起來半死不活的她 確實還活著 而且她很清楚自己現在要做什麼 前往幽影之地 捨棄了原先的一切 等待和她約定的王歸來 我們知道米凱拉 期望創建一個 比黃金律法更好更完美的世界 為了生死與共 禍福相依的妹妹 為了交界地所有被詛咒 排擠與迫害的生靈 但具體來說該怎麼做呢 會不會被蒙格掳走這件事情 本身的起點 就是兩位半神私下的條件交換呢 就算不是 後來應該也存在著某種利益互換 再不然就是米凱拉實際上利用了蒙格 以達到她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但到底是什麼重要的原因 讓米凱拉不惜捨棄的聖樹跟妹妹 也要前往幽影之地呢? 宮崎英高受訪時有講到 幽影之地是瑪莉卡成神 跟黃金樹誕生的地方 部分黃金樹之前的文明仍舊存在 而米凱拉行走其中 是為了尋找失落的賜福 以便挽救自己的聖樹 如果是這樣 那看起來她前往幽影之地的計畫 就是在她被盧走之後 不得不為之 令人期待的是 米凱拉和她的王 會需要做到怎樣的程度 才能挽救勝訴呢? 這個屬於米凱拉跟我們的新結局 是否能夠比拉尼的新星時代更加閃耀呢? 還有 疑似巨人紅髮 蛇眼跟蛇象徵的梅瑟末 跟梅尼娜 都是瑪莉卡的子嗣 那兩者又有怎樣的關係呢? 我想梅瑟末的故事 應該會幫助我們 更了解梅尼娜的真實身份 畢竟有人用諸多證據推測 她原先是最初守護命令之死的 蕭瑟眼魔的女王 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而按法環名字開頭字母的規律 可以肯定 梅尼娜跟梅瑟末 兩人脫不了關係 好啦 影片就聊到這裡 希望幫助大家 遊玩資料片時 更加進入狀況 最後也要感謝贊助這支影片的乾爹 西方魔幻寫實風格塔房遊戲 這款遊戲可以佈陣各個陣營跟職業的英雄 來防止敵人入侵水晶 隨著主線劇情進行解鎖 最多一場能夠同時召喚出11位英雄 每個英雄的建模都非常精美 如果喜歡法環這種畫面風格的玩家 這款應該也會中 除此之外 每個英雄都有獨特的陣營、職業以及專屬技能 不同職業對應不同類型的怪物 會有不一樣的傷害加成 而關於陣營的巧思安排 則可以讓你獲得相對應的屬性傷害加成 雖然不是魂系玩法 但不少關卡卻有魂系的難度 很適合喜歡策略思考 甚至喜歡愛爾登法玩這種 充滿自我挑戰的遊戲玩家 遊戲的主要玩法 圍繞在我們獲得的角色身上 所以如何妥善分配資源來強化就很重要 不只提升等級 還有超多養成要素 像是屬性升級、技能強化、進階角色 有著豐富多元詞綴的裝備 各類神器自由搭配等等 除了一般主線劇情關卡 也有需要挑戰大量敵人的魔潮關卡 虛空裂系這種搭配地圖探索的新奇玩法 但如果只有單能模式就太無趣了嘛 所以境界守望者當然也有和工會成員 協力對抗高難度首領的討伐戰 以及玩家間的PVP模式 內容相當豐富 也能獲取各式各樣的好康獎勵 這次的夏日慶典活動福利超級多 不僅可以免費獲得五星英雄赫爾嘉 限定的獲星妖姬皮膚 更有累積千道活動 可以兌換豐富養成資源 一年就只有一次 錯過非常可惜 趕快透過影片下方說明欄連結 下載遊戲 輸入專屬優惠代碼 WORSUMMER621 獲得專屬優惠 讓我們一起穿越境界 跟阿諾拉伊米萊特一起 守護無盡疆域吧